各位好,我是碗熊哥 碗熊哥又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 有加入了一張我們這個階級決鬥用的卡 這張這副牌叫做 白龍兔龍升招威壓流 那已經很久很久有一段時間沒有玩青眼白龍的卡 那今天把他拿出來玩一玩 發現其實打下來這個勝率還算OK 但是是在屬於白金階段啦 所以我也不確定能不能繼續往上爬 好,那這副牌要怎麼去玩呢 主要是因為,為什麼會想要組這副牌 因為就是被水牌幹的太不爽了 他的效果跟那個前海棋棋的那張現金卡 真的是蠻讓人傻眼的 對,那我才想要組這一副去反制他的效果跟現金卡 所以這副牌 這個主要的combo,簡單的流程就是 利用我們的威壓之力 威壓之力這張卡是 我方存在等級 這個存在升級召喚出場 等級7以上的怪獸的陷阱卡發動的時候 可以使陷阱卡發動無效 或者使效果怪獸發動的效果無效並破壞 也就是說如果他發效果,他就直接GG 如果他發陷阱卡,陷阱卡也沒有用 有點像是天譴跟陷阱干擾 把他合在一起的感覺 但是又更強一點點 好 那這張卡的重點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應該是,他重點就是升級召喚這四個字 所以沒有辦法利用特殊召喚去召喚我們的怪 再發這張卡 那就會有問題 那你要召喚等級7以上的怪獸 不外乎就是用一些手段 那特殊召喚不可以使用 因為他只能接受升級召喚出來的怪 才可以發這張威壓之力 所以 今天這副牌的核心就是 你要如何利用升級召喚 召喚出等級7以上的怪獸 搭配威壓之力 這就是我們的 最副牌的這個玩法 好 那我們先介紹我們的等級7以上的怪獸 是剛好都是兩張龍族的 一張是我們的 Blue Eyes 青眼白龍 那不用講 另一張跟青眼白龍也一樣出色的 叫做兔龍 他也是等級8 那攻擊力、守備力都很高 守備力甚至還超越了青眼白龍 那他是我們這個階級決鬥 可以拿用N卡票換的一張卡 三月份的 所以 那要怎麼做呢 簡單來講 可以使用冥翼龍 或者是我們的神聖結構體 那冥翼龍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他的效果就是 第一個 他可以升級龍族招 龍族的怪獸可以當 兩個素材使用 也就是說一隻冥翼龍就可以生一隻 青眼白龍或一隻兔龍 對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神聖結構體 他說 釋放光屬性通常怪獸的時候 可當兩隻怪獸釋放 也就是說 我們的青眼白龍光屬通常怪獸 我們的兔龍光屬通常怪獸 那這一些剛好都可以跟我們的青眼白龍 跟兔龍搭配 這四張卡都可以互相搭配 那要怎麼樣才能在一回合內召喚出來呢 那可以搭配我們的二重召喚 那二重召喚就可以 假設就是譬如說拿到冥翼龍 再拿到青眼白龍 再拿到二重召喚 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先丟冥翼龍 然後二重召喚 然後青眼白龍就直接上 那下一回合 冥翼龍就會到墓地了 冥翼龍如果到墓地 他只要場上空掉 他又可以從墓地再跑回來 那你還可以再召喚其他等級 八的這個龍族 好那王者看破就不用講啦 更猛啦 反正我們就是要反制他到底 我們是wacky boy的感覺 好那 投入控制器就是為了保護自己 因為控制器會把你搞死 因為你沒辦法防魔法卡 但是各位也不用怕 因為 我們撞過去 基本上現金卡跟效果都被我們壓制了 如果他不開魔法 他不開控制器 那他很有可能就被我們撞死 那他開控制器他就會耗掉 把我們拉過去的那個 的一張 對 所以基本上我還沒有遇到過 可以把我拉過去的 那如果真的被拉過去 我們就控制器打開轉手他 對 好 那我們直接這個看回放會比較清楚 Let's go 一張對上我們的表遊戲 來 我是海馬 好 哦 一開始非常運氣非常的好 對方是一個鳳凰牌組 那各位等下就會知道 我遇到鳳凰牌組那時候 感覺還蠻爽的 我是意外發現的 來 迷藝龍先丟 好 威壓之力先蓋著 然後他用這個夜火把夜叉吞掉 那這時候他一定會炸鳳凰 好 那迷藝龍的效果 場上沒有龍族怪獸的時候 可以從這個墓地回到這個場上 然後我們升級召喚 Blue Eyes 好那這副牌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會有一種快感 來發動粉碎 撞爆他 好 好那我們等他鳳凰出來了 趕快出來我好期待喔 這時候發現 威壓之力 等級7以上的怪獸 在場上的時候 如果對方效果發動 就可以搭配威壓之力 讓他無效並破壞 來再發動神聖結構題 發動粉碎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粉碎 先 特殊召喚 就是生召我們的兔龍 再發動粉碎 超硬的攻擊力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有沒有爽 好 好 這個硬和龍騎 來吧 硬啊硬啊硬啊 好恐龍王國 我是粉碎大王 好來 起手不錯 好對方有個青魔獸 來青魔獸要小心喔 如果他炸掉 他可以 他可以再通常召喚 他還可以再召喚一隻 這個青魔獸出來 所以我不可以亂他亂炸 好 好 來直接生召青眼白龍 白龍 好 那時候我撞他有停盾 他一定有分段 但是他可能覺得 開分段也沒辦法解決青眼白龍 所以他想要等我幾多隻一點再開吧 好 那沒關係我們後面威壓之力可是在的 好那他蓋了 我照幹 好來發動粉碎 螢幕禁閉 好 不用怕 那我們這時候 侏羅技的效果一發 我們發動威壓之力 那他就無效並破壞 我們就不用回到我們的手牌了 水 好禁閉拆掉 好來再蓋一張威壓之力 來再發動粉碎 幹到他 好 對方來一個這個 來 我再發動粉碎 哇 好兇啊 好 這時候粉碎 來陪他來一個控制器 來這就是我說的 他 光當我的信眼白龍 很難去這個啦 就是如果他的 怪也不多 也不夠強 就很難去防我們的這個 這個威壓之力 那他控制器就會被我們消耗掉 好 穩一波穩一波 好 又來了又來了 好 那我們神聖節扣體丟 二重召喚 來召喚兔龍好了 來想用童話順勢嗎 來發動威壓之力 陷阱卡 無效 破壞 來直接升招青眼白龍 我有升張兔龍 來發動粉碎 來 我就知道他的分段在等我 好 沒關係 威壓之力再給他打開 幹死你 好 彈回去 但是青眼白龍要做收尾了 喔 跳出一隻艾蕾拉龍 衰 好 沒關係 你應該也快沒有那個 好 發動粉碎 來幹爆他 喔 蠻硬的 攻擊力蠻高 蠻恐怖的 好的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 對上我們的盜賊機師 我們這個強攻絕都不講道理的 幹爆他 哇賽 這牌也太厚了吧 好 好 有時候看牌 很厚 都會安慰他 他應該是除草 他應該是除草 好來 明義龍進墓 等一下就會跑回來 來 很好 來 我們直接升招青眼白龍 BULL ICE 看到青眼白龍就是好爽 來發動粉碎 來一個螢幕禁閉 沒鳥用 阿我們的威壓之力還不能用 因為剛蓋上去 但是我們有一張控制器在這 被帶甲滅了 沒關係 他在場上 我們就可以當粉碎加工的材料 好 來發動粉碎 結果被分斷 來發動威壓之力 分斷回家囉 再見 記得要趕上末班車阿 來幹爆他 OK了 等職交換是甚麼冷門祭門阿 好 又來一張威壓 來直接升招我們的兔龍 發動粉碎 好 哇賽 攻擊力也太高了吧 好恐怖阿 好 再來 明義龍丟粉碎 明義龍已經有一千了 好來 控制器拉過來 做一個收尾 打起來特別爽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 對上我們的暗末梁 來我們這個中二海馬 對上這個邪惡末梁 好 起手還OK 有青眼白龍 有魂之卡 所以 您是 鳳凰牌組阿 阿 您不要被我的威壓之力給弄到囉 好 威壓之力來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來明義龍先蓋著 對方很冷靜喔 來我們深招青眼白龍 Blue Eyes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來先幹一隻粉碎 超高功 超高功 好爽 好 那搭成這隻就是夜叉了 哇賽 Gaze的電影 隨 好沒關係 等一下明義龍會從墓地跑回來 好 明義龍您回來啦 等您很久了 來 升級召喚 好 來 粉碎 好 那他一定丟鳳凰 我就是要你丟鳳凰 鳳凰 你趕快 來 一發 這時候威壓之力 使他無效破壞掉 好 他就在墓地了 來 神聖結構你丟上去 來粉碎 好 那我不管你丟的是什麼 我管他 我就直接幹爆你 好 白龍 威壓強攻牛 好 那我們直接 天梯打實戰看看囉 Let's go 喔對上我們孔雀 我想要打水牌啦 因為我當初會想要組這一副 就是覺得 一直被那個 前海棋棋 和那個 那個叫什麼 喔 真的是水牌耶 哇賽 被前海棋棋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聚成金搞的 有點不爽 好 那我們要幹爆他 我用威壓之力壓死你 但他沒有辦法發 前海棋棋 也沒有辦法發 那個 金魚的效果 好啦 我們神聖結構體 蓋著 來祈禱他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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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喔 你不要打我 喔 所以他把這兩個 丟下去 然後特招 金魚嗎 哇賽 然後直接檢索 前海棋棋 可惡 好 那金魚自帶 橫沖紙狀 前海棋棋 又 又是一張 有點OP無敵的卡 好沒關係 幹爆他 喔王者看破 哇賽 你完蛋了 後面蓋好蓋滿耶 好 我們直接升級召喚兔龍 好沒事發動粉碎 好來幹爆他 開啊開 你開 你開 喔不開可惡 他為什麼不開前海棋棋呢 還是開了 前海棋棋就只有在攻擊方有用 還是 我記得是我撞他他也有用啊 那拆開前海棋棋 好來 他想用生化魚再做特招是嗎 來我們 因為他用香水戰術 所以他看得到他牌組第一張牌 所以一定是不錯的牌 他才會這樣做 好啦 我們威壓之力 要不要開呢 我們有兩張威壓之力 一張看破 基本上很猛耶 好 那 威壓之力給他打開 好 你無法使用 抱歉啦 水牌 水牌GG好爽 好來 抽牌 這是被水牌搞到有點傻眼 好啦 一般召喚 來發動 粉碎 好 如果你也沒辦法開 你開分段也沒用了啦 好 除非有控制器 好 不要開 不要開 不准開 不要鬧 不會斷線吧 我不知道欸 各位會遇到這種玩意 假設我打過去可以 可以幹掉他 有的時候 就會顯示什麼連線的問題 怎樣的 還是他跳了 我要看到勝利啊 傻眼 但是這種是會贏的 對啊 會贏但是 但是每次都這樣 煩耶 對啊 決鬥勝利啊 算了啦 幹爆水牌就好了 那他剛剛就算他開分段 或看遮憾 其實我們威壓之力 直接讓他不能開 對 他的那個金魚要發效果 我們威壓之力 直接讓他GG 可惜沒看 他沒開 他是知道我有看破嗎 還是怎麼樣 好吧那我們就 再打一場囉 Let's go 喔 又是孔雀舞啊 不怕不怕 喔 排組平衡 沒有 沒有白龍也沒有兔龍 但是有威壓 沒關係 稍微等一下 用控制器秤一下 喔 對方直接跳過 好 兔龍 那像這種會直接跳過的 排八成就是 要等我 我一定要有一些出怪 他才可以 這個 還可以用 好 那我們兔龍就先上囉 那不要給他客氣 直接粉碎 來發動 粉碎 3250 幹爆他 瞬間 這個 血就紅掉了 好 那我們有一張威壓之力 應該是 還好 那怕 如果他有什麼效果 耍北爛 我就幹爆他 哇塞 暗黑這支 哇塞 控制器被他炸到了 哇 丟牌 丟這個白諾 這一張 從我方 他可以加入一張手牌 那先不發好了 因為 加手牌好像沒有 還不會對我們直接的威脅 等那個 像那種直接炸我們場的 我們再發好了 好 好 那這一張是 如果被丟掉 好像是 喔 衰 好 他的這一張是 丟掉的這 這一張 這一張是 破壞陷阱卡 破魔法卡 好那我們這張不發 那這一張是 破壞 怪獸 那我們這個時候再發 好來發 威壓之力 來壓掉他 好 那他沒辦法炸掉我們的兔龍 好那我不要跟你客氣啦 想這樣搞我 好搞我是嗎 好 神聖結構體 你來分段我也不怕了啦 我粉碎 攻擊力高了跟什麼一樣 粉碎 喔還真的是分段耶 對 各位應該會判斷吧 就是如果他 我一打馬上卡 然後我丟都沒事 那87%就是分段 那我們就贏了 Let's Strong 好嘎 那相信各位看到 我覺得威壓之力 有的時候會 有意想不到 還不錯用的效果 因為他 把天譴 跟那個 陷阱的那種感覺 合在一起 那天譴又要丟牌 天譴又要丟一張手牌 才可以用嘛 那我覺得威壓之力 搭配這副牌還不錯用 主要就是因為 兔龍跟 清遠白龍都是攻擊力很高的怪 那都可以利用明義龍和我們的這個神聖結構體做這個升級召喚 那注意這個威壓之力只能用升級召喚 所以你用什麼幼龍啊 遠古規則都沒辦法 好 那我們就推薦給各位去玩玩看囉 我是瓦修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牌組 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歡迎底下留言 那各位這個 預祝這個 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各位再見 大家介buster 是的 都